好,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们今天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 这个杉杉已经讲了 就是这次讲座的源起是我们去年9月关于这个贸易战 和那个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曾经有过一次演讲 那么后来很多人就 有很多网友发来问题 这些问题我一看好多都是和福利有关 因为他们认为人权问题不能跟福利相联系 而且认为福利是不应该有的等等 这些观点我想也很自然 是吧,这个自由放任历来是一些朋友的理想 其实我这里要讲 自由放任如果意味着要尽量限制国家的权利 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法 是吧,但是同时 福利国家如果意味着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 我也是非常赞成的 这两者在民主国家在契约政府的制度下是有严重的矛盾的 但是在非契约政府的条件下是完全不矛盾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完全可以 就是用我以前经常讲的两句话 叫做为自由而献权,为福利而问责 这两者毫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 而且如果不同时追求这两个 很可能两个都做不到 我今天晚上就要来详细讲一个 就要来详细讲这个事 从系统上来讲 我觉得我们应该解决这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福利国家 是吧,所谓福利国家就是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其实,因为福利 世界上有很多概念都是这样 你要定义很困难 但是你要排除它比较容易 是吧 什么是福利国家 我们首先讲 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是吧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讲的 是吧 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要强调 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 是吧 然后我们要讲一下 福利国家的成就 它遇到的危机 以及它的应对 那么 但是对于 这个问题 福利国家的成就 危机和应对 这还是别人的事 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是吧 那么在中国真正有关的是 下一个话题 就是福利问责和民主转型 是吧 就是这个福利问责在这个 不民主的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 要扮演什么角色 是吧 那么在谈到这 那么 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时间 我不知道能不能足以谈 谈完所有的这些问题 是吧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讲 这个福利问题啊 最近有个小花絮 就是那个前几天 那个胡锡进先生 在网上有一个说法 是吧 就是说他是反对 向大家发钱的 大家知道那个新冠以来 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 都有都出台了 那个和抗议相应的 那个福利措施 是吧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普遍发钱 是吧 因为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嘛 是吧 然后这个 胡锡进是坚决反对 这个做法的 是吧 于是他就有一个说法 叫 所有的人都发钱 等于所有的人都不发钱 结果后来 铺天盖地的受到嘲笑 是吧 其实老师说 呃 这个所有的人都发钱 等于所有的人都不发钱 这句话 其实在呃 在从逻辑上来讲 只有在一个 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 其实是呃 其实是对的 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如果给所有的人发钱 而发钱的数量 是根据这些人 已有的收入的比例来发的 那么 的确可以说 给所有人发钱 其实就等于不发钱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发钱的再分配功能 是没有的 是吧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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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的那个收入 呃 比你多十倍 那么结果现在国家给我发钱 发的钱 我也比你要多十倍 结果加上发的钱 我的收入仍然比你多 不多不少 也是十倍 那如果是这样 发钱的确等于不发钱 是吧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在福利问题上发钱 都不是这样发的 是吧 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如果给所有的人发钱 而发钱的数量 是根据这些人 已有的收入的比例来发的 那么 的确可以说 给所有人发钱 其实就等于不发钱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发钱的再分配功能 是没有的 是吧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讲 呃 呃 呃 原来我的那个收入 呃 比你多十倍 那么结果现在国家给我发钱 发的钱 我也比你要多十倍 结果加上发的钱 我的收入仍然比你多 不多不少 也是十倍 那如果是这样 发钱的确等于不发钱 是吧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在福利问题上发钱 都不是这样发的 是吧 所谓的福利 其实 要么就是专门给穷人发 要么就是普遍的 按照一个同样的标准来发 是吧 比如说 传民健保啊 什么什么 呃 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么这些 是人们理解的福利 而这种意义上的发钱 当然和不发 是绝对不可能一样的 是吧 呃 讲的简单点就是 呃 发钱当然有很多弊病 是吧 我们也知道 如果发钱多了 生产不多 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就会导致货币贬 是吧 你可以说他对促进经济啊 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 当然我这里讲的是直接的好处 是吧 那个 间接的好处 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 是吧 比如说有人说 那个 呃 这个这个 发钱可以促进消费 是吧 可以呃 使得这个疫情期间 呃 消费不振的这个情况 呃 呃 可以得到缓解 但是我们这里先不讲 是吧 不管发钱有什么啊 呃 和通货膨胀啊 什么什么 可能会有些毛病 但是发钱的再分配功能 在我刚才讲的这两种条件下 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 但是国家发给我们的钱啊 这福利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的收入加上这笔国家给我们的东西 是吧 我们的实际收入就会比原来啊 会变得更加平等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呃 这个胡总编反对发钱 实际上就是反对福利 是吧 但是这里我要讲 其实也并不奇怪 是吧 因为环球时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是吧 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 他们在呃 2010年曾经专门组织了七个人呃 呃 呃 七个呃 所谓的官方左派学者 是吧 在那里大骂福利国家 是吧 说西方的一切问题都是福利国家造成的 呃 福利国家给老百姓填头 呃 结果使得老百姓越来越肆无忌惮 是吧 他觉得这是不行的 呃 他说 而且现在这个呃 他说 呃 西方呃 非常不满意 呃 我们呃 呃 不搞福利这种状态 是吧 试图用福利国家来和平演变我们 是吧 我们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啊 等等等等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改变 是吧 因为呃 呃 我们以前都听呃 呃 我们以前听到的宣传呢 往往是说呃 呃 那个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 我们是平等的 是吧 那么他们搞福利国家是向我们学习 是吧 呃 是因为那个那个呃 苏联呢 中国这些国家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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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制度 是吧 所以他们是呃 呃 肯定是不可能呃 呃 真正学的 是吧 因此就是呃 呃 他们无论怎么高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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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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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说了 啊 说中国有什么错 是吧 中国不就是呃 中国人不就是肯干更多的活 挣更少的钱吗 呃 这错在哪里呀 是吧 其实当然了 是吧 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干更多的活 挣更少的钱 是吧 呃 或者说就用以前我们呃 改革以前 呃 革命话语中的那种说法 呃 叫做干更重的活 种到呃 出的牛马力 是吧 挣更少的钱 少到吃的猪狗食 是吧 那不就更呃 那不就更正义了吗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何必搞那些改革 或者革命呢 是吧 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就要谈谈什么是福利国家 是吧 这个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呢 应该说呃 它是三十年代出现的啊 我这里讲的是 very first date 是吧 呃 现在有人考证说啊 福利国家这个词最早建于德语 呃 就是 那个 我发大的 是吧 呃 这个词啊 是一九二零年代的维马共和国出现的 是吧 那么这个呃 这个福利国家的德语 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德语啊 一开始是一句骂人的话 是吧 它是个贬义词 那么是谁骂谁呢 当时就是啊 那个呃 就是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啊 那个国家社会党人 是吧 就是那个呃 那个那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啊 这个就是当时的德国的极右派了 是吧 他们用来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 是吧 因为呃 维马共和国时期 大部分时候呃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 都是呃 执政党 或者是至少是参政党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呃 呃 纳粹呃 呃 后来的纳粹了 是吧 他们是还是在野的 是吧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这个词用来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是吧 他们说 社会民主党人呃 只知道呃 给人民好处 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和强权而奉献 是吧 也就是说你只知道国家是给老百姓呃 服务的 而不是要求老百姓为国家当炮灰的 是吧 你这种说法是不利于国家强大的 是吧 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反对维马民主的 啊 所谓福利国家政策的这些人 他们是反对福利国家的 但是他们并不主张自由放任 是吧 大家知道呃 说谁都说谁主张自由放任都可以 没有人会认为纳粹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吧 是吧 也就是说呃 在那个时代 福利国家是一个骂人的话 而 这个福利国家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福利国家的对立面并不是主张自由放任的那些人 而是 纳粹 或者说是法西斯 那么到了三十年代 这个福利国家这个词 Welfare State的这个词 进入了英语 是吧 呃 在这个时候福利国家在英国就成了一个包一词 是吧 呃 是呃 这些人认为是我们英国需要呃呃 需要做的啊 所以呃 是个好事 是吧 于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福利国家这个时候在英国成为包一词 那么这个包一词 就要呃 也有他的对手 是吧 也有他的那个对立面 他的对立面是谁呢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福利国家的对立面就是自由放任 但不是的 是吧 当时奇门这些人 啊 当时呃 这个政治学者奇门和那个经济学者舒斯特 是吧 他都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的 他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提到的对立面其实不是自由放任 恰恰也是法西斯国家 是吧 呃 当时他们说啊 这个Welfare State的对立 对立面 或者说是反译词 是什么呢 是Power State 是吧 所谓Power State 就是质疑就是权力国家 其实我可以把它叫做强权国家 是吧 这个强权国家其实也就是指的是 呃 当时在三十年代 呃 跟英美自由国家 呃 对英美自由 呃 对那个英法自由国家越来越构成威胁的 呃 这个德国和意大利 那么 呃 他们说啊 这个呃 这个这个法西斯国家 是Power State的 啊 是把人民当炮灰的啊 是是对人民行使权力的啊 而我们啊 英法这种民主国家啊 是那个为人民服务的 是吧 是那个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 是吧 所以我们是Welfare State的 他们是Power State的 是吧 那么 那么 那么到了二战期间呢 呃 这个呃 由于当时英法和德意在打仗嘛 是吧 那么 这个概念就得到了更大的普及 呃 当时那个英国国教啊 呃 这个我们前面谈到美国呃 呃 那个大选的时候也有人提到的 就是那个圣公会 是吧 圣公会的呃 呃 呃 圣公会的领袖 就是坎德伯雷大主教啊 当时他叫做威廉汉普 是吧 那么这个威廉汉普 在1942年啊 呃 就是呃 那个二战的高峰时期 写了一本书 其中就呃 又谈到啊 说这个英国和德国的作战 是吧 是所谓的Welfare State 和那个Warfare State的啊 斗争 是吧 Warfare就是战争 国家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军国主义了 是吧 而这个民主国 而这个民主国家是福利国家 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呃 圣公会呃 这个首领 是吧 呃 发表的这个东西是当时那个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福利国家后来就在英国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 但是在这个呃 在这个时候用这个福利国家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吧 这个福利国家的对立面仍然不是所谓的自由放任 而仍然是针对极权国家的 是吧 那种Power State的 那种Warfare State的 是吧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啊 极权国家 也就是说福利国家不是和自由放任相对的 而是和极权国家相对的 是吧 这个是我们认识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发声学的时候 呃 很多人都忘记了的一个背景 啊 也就是说 在福利国家这个词的发声学背景中 无论在德语中还是在英语中 无论作为贬义词 还是作为包义词 是吧 有的时候 呃 他被用来呃 他是呃 呃 那个那个 福利国家的极右翼 到倡导福利国家的那些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与神学家们 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和极权国家相对立 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 那么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 这种两极 是吧 这也就是在民主国家的议会中经常出现的 是吧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在经典意义上 呃 这个民主国家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啊 至少在最近全球化危机发生以前 是吧 他们在政治上呃 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他们都是赞成宪政民主 是吧 但是在经济政策上 他们有很大的分歧啊 左派呃 赞成福利国家 我这里讲的左派当然不是指的是 是大林了 是吧 而是指的社会民主党 是吧 左派赞成福利国家 右派赞成自由放任 是吧 这种宪政模式下议会政治中的 这种啊 这种对立 是吧 其实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 才会出现 是吧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啊 这里我姑且先放下不讲 我后面会提到的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参普尔的那本书出来以后啊 呃 就受到一些啊 比如说那个当时的英国共产党的一些学者 是吧 呃 就提出批评 是吧 因为他们对英国呃 对英国的那个呃 民主资本主义是是否定态度的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么这些人就说啊 那么这些人就说啊 呃 说 史上实行炮剑政策啊 穷兵足武啊 等等等等啊 讲了一堆 那么当时也还也有人讲 是吧 呃 并不是你英国搞福利啊 纳粹德国也搞了福利啊 为什么纳粹德国就不是福利国家呢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川普呃 他作为一个大主教 他其实并没有回应呃 这种质疑 但其实在我看来 是吧 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很很容易回应的 是吧 假如我来代替川普做回应 我觉得起码有下面三个区别是可以清楚的划分的 是吧 第一 那就是福利 在福利国家 是吧 福利国家是 可问 福利是 可问之责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 他也许会给你搞福利 但是这个福利不是老百姓 的权利 而是皇上的爱好 是吧 也就是说 皇上如果给你 一点甜头 你得感谢 如果皇上不给 那你也只能 那你也不能呃 那个那个要求的 是吧 所以 皇上给不给 那是皇上的恩德 是吧 那么 皇上给了你要谢 皇上不给呃 也是道理 是吧 所以这些国家 他是没有福利的 但是他是有皇恩的 是吧 而民主福利国家绝不可能是皇恩国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所谓的福利 它是一种国家对分配的调节 是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调节 国家分配调节都是福利的 是吧 福利必须是正调节 而不可能是反调节 是吧 也就是说 国家通过税收 从老百姓那里 拿了 拿了很多 拿了钱 是吧 然后再进行分配 这个分配的结果 是会增加平等的 而不会 而不是会扩大 那个那个不平等的 是吧 那么 这个对于民主国家而言 也是 也是一个常识 是吧 民主国家的福利 有高福利 有低福利 但不可能有负福利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民主国家的福利 是老百姓要求国家提供的 是吧 而老百姓中 绝大部分不可能是 大富豪 是吧 不可能是特权者 是吧 所以老百姓不可能要求 国家掏钱 是吧 去养贪官污吏的 是吧 所以这个老百姓要求的福利 当然是属于公共 是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 那么这种福利 是不是会 那个 在经济上 是不是 他的利弊 我们姑且不谈 但是就对分配而言 是吧 他显然是一种正调节 但如果是皇恩 那就很难说了 是吧 皇上要 要赏赐皇恩 那当然首先是要赏赐皇上看得上的人 是吧 那么包括皇上本人 包括皇家 包括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老百姓要么是没有份的 是吧 如果有份 也是属于 所谓渗漏下来的捐低效应 是吧 所以在民主化以前呢 国家的再分配往往都是负调节的 这个是个大概率的 是吧 并不是绝对如此 但是包括中国苏联在内 是吧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后面就会提到 是吧 也就是说这种福利是正调节 还是反调节 那么就 那么就数字而言 是吧 这里有一个 有个很重要的 有个很重要的计算方式 就是 初始分配的吉尼系数 在二次分配以后 是吧 他二次分配的吉尼系数 会比初始分配 要更低 还是更高 是吧 这很多 发达国家都有这两组数字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吉尼系数就是讨论 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 一个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 是吧 那么 初始分配可能是很不平均的 但是经过二次分配 就会变得比较平均 是吧 当然如果是高福利 这个变化会很大 如果是低福利 这个变化会比较小 但是无论如何 不可能二次分配以后 吉尼系数反而会增加 而在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这里我要讲 这些国家往往 他不会提供吉尼系数 是吧 如果提供的话 他也是含糊其词的 是吧 一般来讲是不会告诉你 这个吉尼系数到底是初始分配的 还是二次分配的 是吧 但是我后面就要讲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计算手段 是吧 去判断 这个吉尼系数 在二次分配以后 到底是升高了 还是降低了 是吧 可以说 这些不民主的国家 一般来讲 考虑二次分配以后 吉尼系数都会变得更高 而不是更低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这个这个 呃 这些国家 如果说初始分配 呃 这不平等 还不是太严重的话 加上二次分配 他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 是吧 这是第二点 那么还有第三点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福利 呃 我们讲的这种再分配 是吧 他是 北姓的权力 政府的责任呢 还是政府的权力 百姓的 北姓的责任呢 是吧 这里我们要讲啊 很多事情 看样子是一样的 但是 权力和责任 一旦倒置 他的性质就 完全变了 是吧 比如说 呃 我们老百姓要工作 是吧 这个国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某种就业保障呢 是吧 假如是我们有就业的需求 呃 通过民主机制 老百姓给我们提供某种就业保障 是吧 是吧 那么我们说这是福利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 是吧 国家把老百姓抓去服牢狱 是吧 就像那个呃 秦始皇 呃 在 穷人 富人都有居住权的条件下 是吧 呃 穷人 国家就使用权力把他们作为低端人口给赶走了 是吧 理由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消除贫民窟 那么这种做法是福利吗 是吧 同样都是要消灭贫民窟 是吧 那是住在贫民窟里的老百姓要求国家改善住房 还是国家嫌这个贫民窟有碍观瞻 是吧 把这些低端人口强行驱逐 这两种事情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是一样的 是吧 这就像 呃 我们讲话 或者说是言论 是吧 我要讲话 呃 你不能阻拦 这叫言论自由 是吧 我不想讲话 你逼我讲 不准我沉默 那当然就不是我的啊 自由 而是我不自由了 是吧 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是吧 北姓是北姓要求于政府的 还是官府要求于北姓的 也就是说 这个权力和责任是不是倒置 这也是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在分配问题上的啊 一个区别 那我们呃 比如说我们在这三个呃 这三个环节中啊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呃 看一下呃呃 这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的 是吧 首先我们要讲呃 这个呃 这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啊 呃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搞一些所谓的福利 是吧 但是这些福利啊 是黄恩浩荡 是吧 所以不同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家啊 同样是搞福利是吧 瑞典政府搞那就是他的责任 而斯大林搞那就是他在弄权是吧 当然你歌颂斯大林的人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善意的弄权是吧 呃 但是你无论如何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责任 因为没有人呃会呃要求他这样搞的 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做统治者的个人爱好 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 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 尽管并非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福利国家这种安排 是吧 呃 老百姓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那么这种要求也许很强烈 是吧 那么就会导致高福利 这种要求也许呃 并不是太强烈 比如说呃 很多老百姓就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 是吧 并不是呃更多的福利 是吧 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 是吧 那么我们就不能给国家太多的权力 我们不能给国家太多的权力 我们就不能要求国家承担太多的责任 是吧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老百姓自己要求更多的自由 而不是更多的权力 是吧 那么 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就是低福利国家 但是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是负福利国家的 是吧 因此 如果我们把福利国家 是看作啊 老百姓要求国家 呃 公民要求国家承担的一种责任 那么这种福利 不这种福利 不管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 是吧 他都不同于这个啊 这个黄恩浩荡的 呃 受于一些权利 或者说让渡一些权利 是吧 那么让渡这个权利的唯一的 呃 目的就是让他们给老百姓提供啊 给公民提供服务 是吧 那么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我们到底让渡国给国家多少权利 让他们提供多少服务呢 是吧 那么这里头啊 我觉得老百姓中间啊 或者说公民中间自然就会有不同的 看法 这也就是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原因 是吧 因为我后面就要讲到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有永远不变的一个绝对的答案的 那么有一些人啊 他们呃 会认为这个国家呃权利不能太大 因此责任也不能太大 是吧 所以我们要求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就可以了 是吧 比如说呃 那个主张自由放任的人 往往认为呃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守夜人士的国家 是吧 就是国家除了提供警察以外 其他的都不提供 是吧 呃 那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但是有一些另外一些人啊 他们就认为啊 国家应该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 是吧 其中最极端的说法就是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 是吧 那么为此我们可以让国家呃可以多向国家让渡一些权利啊 这里主要指的是征税的权利是吧 那么相应的也会让他们呃承担更多的呃责任呃 但是有一个呃 有一个领域啊 是最容易探断黄恩和责任的 是吧 这是什么领域呢 这就是在极端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啊 政府提供的救灾服务 是吧 我们可以说呃 世界上现在有很多主张自由放任的人 主张那个那个那个呃 啊经济自由主义的朋友是吧 他们认为呃 国家不应该呃提供教育呃 呃不应该提供呃呃 医疗不应该提供养老 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呃 市场化是吧 都可以让老百姓自己呃 对自己承担责任是吧 比如说你要呃 什么呃养老啊 看病啊 呃 你可以呃 自己储蓄嘛 是吧 呃 为什么要国家来进行再分配呢 呃 呃 但是即使是持这种观点的人 估计恐怕他也不会呃 主张呃 国家不救灾的 是吧 比如说在碰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大地震的时候 呃 再碰到那个海啸的时候 呃 呃 国家呃 完全让 呃 不管是吧 让老百姓自己去呃 承担呃 呃 那个那个灾难 是吧 恐怕呃 这个哪怕是最自由放任的人也不会 呃 这么主张的 是吧 所以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啊 有一项没有争议的啊 呃 那该那大概就是啊 救灾 是吧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呃 这个这个这个新官 是吧 那么各国政府也都提供了很多 就是我们称之为福利 包括呃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胡锡进提到的所谓发钱 呃 实际上也是这个呃 这种呃 抗议呃 呃 呃 中的福利的一个部分 那么就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觉得最明显的可以体现出福利和呃 黄恩的区别 是吧 呃 呃 政府无论怎么救灾你都很难听到老百姓感谢的 是吧 相反 你会听到老百姓啊 铺天盖地的指责政府救灾不利 是吧 而在 相反的一些国家 像救灾这么最最最最起码最最最最不用 最不需要感恩的事 反而是会引起铺天盖地的那个感谢 是吧 关于这一点呢 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典型案例 呃 就是 那个呃 2010年 是吧 呃 当时这个有一个很强大的台风 叫做凡亚比台风 是吧 那么这个台风呃 他在九月间啊 在台湾登陆 是吧 呃 当时是超强台风 是吧 呃 横扫了整个呃 台湾岛的南部 呃 在高雄淹死了 呃 在高雄导致了两个人死亡 是吧 然后这个整个台湾呃 所有的媒体都在那里骂政府 是吧 说你们怎么搞的救灾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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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力 是吧 导致呃 呃 人员死亡 是吧 呃 甚至有人说 那个呃 台风过境的当天啊 呃 呃 那个市长呃 呃 中午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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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敢睡午觉 是吧 结果呃 铺天盖这点就骂他 是吧 然后媒体就追问啊 说你为什么睡午觉 然后那个政府就呃 呃 当时的市政府就说 呃 没有 说呃呃呃 呃 这个时候呃 呃 市长正在开会 呃商量救灾 是吧 然后媒体说呃 你要公布 那个那个 你你说你在开会 有什么为证 是吧 然后政府公布了一个开会的视频 然后老百姓又追问说 那开了 开了会了 你跑到哪去了 是吧 然后那个政府又说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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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舆论说是吧说不行你公布的这个事情模糊不清我们看不清这个车牌号码 不知道这是不是市长坐在上面你还是不能证明是吧 那么最后这个市长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在那个官邸是吧 那个睡了个午觉啊 结果后来啊他三次在电视上率领市府团队向市民鞠躬道歉 而且痛哭流涕是吧 呃这些我们当时都是报道了的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台风这个事是不长眼的 是吧台风马上就啊 其实也就是一天之隔就刮到了我们这边 是吧凡亚比台风在台湾是超强台风 死了两个人是吧 结果大家都在那里骂啊 说政府没有承担他应有的责任 哦其实在台湾海峡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啊 啊那个啊就已经成了热带气旋啊 就已经成了那个呃那个那个呃 到了登陆以后就已经成了热带低压了 是吧就已经不是台风了 但是雨仍然是下的很大 是吧导致这边的一些水库呃那个那个那个垮吧啊 那么仅仅广东一个省 是吧仅仅广东一个省 就因为暴雨死亡失踪了136个人 是吧请注意在那边是超强台风 死了两个人 是吧在我们这边已经减低为低气压 但是死了136个人 可是在我们这边老百姓啊 我们在这边的报纸上真的 传是感恩的报道 是吧呃什么 你看看标题你就会知道身先士足呃 呃熬战一线 是吧 而且呃当时当地政府还专门下达了文件 说舆论宣传宣传舆论要更加积极 要大力宣传报道 是吧 那个呃那个那个涌现出来的成绩 特别要宣传报道呃各级干部发挥的战斗 堡垒作用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让灾区群众更深切地感受到呃上级的关怀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啊什么叫做福利 什么叫做感恩了是吧什么叫做黄恩了啊呃呃 其实啊呃应该说啊在改革开放以后呃我们尤其是在呃前几年的一段时间 是吧呃这种现象应该说还是有了很多的进步的是吧 我们都记得在2010年前后那个汪洋还讲过是吧 说是那个呃那个那个让老百姓感恩这是不对的是吧 老百姓的那个呃呃老百姓的那个呃呃成就是吧 都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是吧呃呃不是呃上面恩赐的是吧 但是呃呃当时很多人还都呃呃呃骂汪洋说他这个话说的不对啊 什么什么等等啊甚至有人说这是啊这个我就不说了是吧 其实在改革以前呢这类现象要严重的多了多了啊 比如说三年大饥荒时代是吧饿死了那么多人啊 那那个上面是呃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是吧 但是上面如果给了几个馒头啊老百姓就是吧 我们在那个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中有这样的唱词嘛 是吧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 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生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当然就是典型的黄恩了是吧 如果饿死了那就是怪自然灾害是吧 你不能怪谁不尽责的是吧 但是如果你竟然没有饿死是吧 那么就是啊那个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生的浩荡黄恩了 是吧我们还知道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就是呃也是在大饥荒时代的那个为了61个阶级兄弟事件 是吧那个当时呃那个大约尽时代呃呃呃呃呃那个那个呃国家 空前强化了老百姓的扶劳役 大量的抽调农民无偿的建设各种工程 其中在山西三门峡水库和对岸的一条公路中 在公路工地的民工食堂就发生了严重的中毒事件 61个人生中毒快要濒临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正在修公路 修公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同公路的 急救的要运不进来 运不进来然后上面就派了飞机 向这个地方空投了药品 结果这61个人就没有死 但是后来改革时期的内幕报道也讲了 说这61个人虽然没有死 但是很多人都有了严重的后遗症 有的人眼睛瞎了 有的人就反正总而言之 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那么大家就想了 那么大家就想了 这61个人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家里中毒的 是吧 他们是在政府征调他们去修公路的工地食堂中中毒的 是吧 除了那么大的事 政府难道不承担责任吗 是吧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地政府是封锁消息的 绝对不准谈这个事 后来来了一个记者 他们说 这个记者说 哎呀 你们傻 说这个事情有什么不能报道的呢 是吧 你们就把它当作好事来报道啊 强调救人啊 是吧 哦 这个当地政府慌然大悟说 哦 还是北京来的人水平高啊 是吧 然后就大力宣传 是吧 然后 就 大家知道 尤其是我那个年龄的人都知道 这个为了61个阶级兄弟这件事 后来排成了电影 排成了戏剧 排成了写成了小说 甚至进入了中学小学课本 是吧 其中还有这样的话啊 说有一个那个中毒民工啊 他的那个父亲 是吧 呃呃呃呃 看见他醒来了啊 就说 是吧 说哎呀 咱们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啊 中央就派飞机来救咱们 是吧 说这个上面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呃 说呃 领袖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的儿 是吧 小子毛主席才是你的亲爹娘啊 什么什么等等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啊 呃 非常典型的这个啊 所谓的啊 所谓的黄恩了 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这种观念 呃 所以呃 在这个 在这个 就在这个问题上啊 其实呃 中国和呃 呃 两种不同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呃 差别是吧 历生的 对民间进行逼捐 是吧 而经常谴责说啊 某某企业家你为什么不捐钱 某某人你为什么不捐钱 其实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假如你真的是左派 假如你真的是对这个呃 这个社会的不平等 这个社会的不平等 真的对这个贫贫 呃 不均 有意见 是吧 呃 你可以要求 加大税收福利的再分配的力度 但是 无论多么富的人 他只要交纳了赋税 他的公民 医务就已经尽到了 在交纳了赋税以后 当然这个赋税可以具有再分配功能 是吧 他再捐钱 那只能是自愿的 他捐了 就是献爱心 不管 他不捐 你也不能逼的 是吧 在这点上 我完全是赞成那个啊 最近张维莹写的一篇文章的 是吧 说这个 呃 说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捐献一定要自愿 是吧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那么 如果捐献不是自愿 他还能叫捐献吗 是吧 如果捐献是可以逼的 是一种逼啊 是一是一种可以问责的责任 那么这个捐献不就是 我们历史上经常听到的 所谓科捐吗 是吧 大家知道在古汉语中 这个捐的原意 其实就是和现在是一样的 指的是 自愿的奉献 是吧 可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就有 啊 这个这个 呃 朝廷 是吧 呃 把捐献成为 变成一种强制的行为 那么 那么一旦变成强制的行为 他就已经不再是捐献 而实际上成了一种 是吧 成了一种赋税了 是吧 这种赋税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做 科捐杂税 是吧 他也不再具有限爱心的意义 所以啊 这种千恩万谢政府 立身逼捐妇人的这个现象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吧 但是在其他国家 啊 哪怕是高福利的国家 是吧 哪怕是像瑞典那样啊 从摇篮到坟墓 政府都承担了责任的国家 你听哪个瑞典人对政府千恩万谢呢 你听哪一个瑞典人认为啊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啊 是他的大恩人呢 或者瑞典的执政党 比如社会民主党啊 帕尔梅首相啊 是他的恩人呢 没有这种说法的 所以 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 国家对公民是承担责任的 这个所谓的责任 不是说 你好心了 你就做 如果你不好心 你也可以不做 是吧 如果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那就是权力 而不是责任了 是吧 这是你的责任 也就是说你做了是应该的 你不做 你不做你就下台 是吧 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事 我们当然也知道 这也就造成了 民主国家 减福利是相当困难的 是吧 这个是也是现在的福利国家的一个 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吧 这个 我后面会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是吧 比如说像瑞典 它是 长期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 社会民主党当然是赞成福利国家的 但是瑞典也曾经出现过 左派败选 右派上台的情况 瑞典曾经有一些年份 它是自由党执政 不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 但是自由党执政 它这个福利 也不是说减就减的 是吧 因为这个福利不是你的爱好 不是你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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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做可不做的权利 而是你必须要做的责任 只要你不能修改宪法 是吧 修改法律 是吧 只要你不能废除 原来的 通过那个民主程序 废除原来的那些 原来的那些 那个 那个 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 那么这些事情你就是必须要做的 是吧 我们还知道两个例子 就是 那个 主张自由放任的 一些很有名的人 比如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 比如说美国的里根总统 是吧 我们现在的一些 一些书说 说他们是 不喜欢福利国家的 是吧 而且他们上台的时候就宣布 他们要 解决高福利的问题 是吧 那个那个 但是 后来的一些历史学 后来的一些经济史家 像那个哈佛大学的 Paul教授 是吧 他就专门写过文章 他说他发现了 无论是里根 还是撒切尔夫人 在他们整个执政的过程中 其实在福利上花的钱 一点都没有少 是吧 因为你不可能少 是吧 老百姓不准你少 是吧 但是他们的 那个自由主义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自由主义 表现在你可以减税 是吧 税你是可以减的 但是福利你是减不了的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你的黄恩浩荡 是吧 是老百姓 要求你承担的责任 是吧 所以我可以讲 一个国家 如果他的福利 统治者想减就可以减 是吧 那么 必然的一点就是 那富税就是 他要争就可以争 是吧 无论是减福利还是争税 都是皇上可以说了算的 这样的国家 当然不可能是福利国家 是吧 那么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 必须是正调节 是吧 你可能是低福利国家 也可能是高福利国家 如果你是低福利国家 调节力度就低一点 如果你是高福利国家 调节力度就高一点 是吧 但是 这种调节都必须是正的 在这里啊 这个发达国家 它往往是有数据可查的 是吧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 从1960年到1980年 当然每一个国家 这个数据是年份不一样 是吧 主要的民主国家 在二次分配前后 他们的家庭收入 经济系数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美国 是吧 美国是个低福利国家 二次分配以前 它的 在60年代 是吧 它的二次分配以前 它的初始分配的经济系数 是0.34 二次分配以后 就降为0.324 是吧 法国 二次分配以前 是0.50 二次分配以后 就是0.309 英国 从0.38 降到 0.276 德国 从0.45 降到 0.262 挪威 从0.35 降到 0.238 芬兰 从0.46 降到 0.225 瑞典 从0.39 降到 0.202 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 福利国家 在进行二次分配以后 它的经济系数 的确是 都会 都会降低 是吧 其中那些高福利国家 比如 挪威 芬兰 瑞典 这样的北欧国家 他们进行这个条件以后 经济系数 降得很厉害 甚至降到 甚至会降低一半 是吧 像芬兰 从0.46 就降到 0.225 而瑞典 从0.39 降到 0.202 这几乎都是 这都是降了一半的 是吧 而美国 因为它是低福利国家 是吧 所以它降的就 很少 是吧 原来是 0.34 二次分配以后 就变成是 0.324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 还要讲一个有 有趣的现象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弊病 是吧 呃 什么弊病呢 就是这些国家 你可以看到 挪威 芬兰 瑞典 是吧 我们通常都认为 这些国家比美国更平等 是吧 因为它是左派执政的嘛 是实行 呃 是社会民主 呃 是搞社会民主主义的嘛 是吧 但是实际上啊 我们知道 二次分配以后 它的确比美国更平等 是吧 这些国家 二次分配以后的经济系数 都是0.2 呃 多一点 而美国二次分配以后 是0.324 是吧 但是他们的初始分配 却比美国更高 啊 经济系数更高 像那个挪威 芬兰 瑞典 都是0.35 0.46 0.39 而美国 只有0.34 也就是说 这个 初始分配啊 其实挪威 芬兰 瑞典 要比美国更不平等 只不过 通过二次分配以后 他们就比美国更平等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当然是 我觉得 其中有一个解释 就是高福利国家 一般实业率都比较高 是吧 这个实业率比较高 其实其中肯定有一部分 啊 这里我要讲 呃 当然不可能是全部 但是有一部分 是因为有了高福利以后啊 有些人他就啊 那些呃 比如说脏活 内活 苦活 他们就不愿干了 是吧 于是 的确会产生有一些人吃福利的 啊 失业者 是吧 那么这些人初始分配 收入为0 是吧 那么这些人如果比较多 当然初始分配的那个 悬殊就会比较大 是吧 那么呃 低福利国家 他当然是对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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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是吧 他那个就业几率呃 就业几率会比较强 是吧 就是你反正是 那个那个呃 没有福利嘛 你当然就只能靠自己了 所以什么活动有人做 是吧 于是这样的国家就业率比较高 呃 初始分配 这个经济系数呃 呃 就不会太高 不过这个现象我这里要讲呃 呃 最近20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是吧 这个变化 呃 一方面是因为我 其实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因为传球化 是吧 到造成的那个啊 造成的那个呃 呃 那个那个劳动更加过剩啊 资本更加稀缺 是吧 这个我已经再三讲过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新技术革命 呃 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啊 在新技术革命以后 是吧 在那个数码经济 呃 普遍 呃 包括那个AI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呃 越来越 呃 那个那个 呃 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这个普遍就业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是吧 呃 无论呃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啊 啊 今后呃 呃这个失业率呃呃 在在那个自由就业的条件下 是吧 呃 也就是说国家不提供就业保障 不不不呃呃 在自由就业的呃呃背景下 是吧 这个就业率不不管是在高福利国家 还是在低福利国家 都会逐渐降低 是吧 那么再加上由于全球化的结果 就更是这个样子了 啊 比如说那个西方的工人要跟我们农民工竞争 是吧 在这种背景下 是吧 那么呃 呃 这个现象肯定是呃 就是不可能指望呃 呃 全部就业的 是吧 那么于是呃 呃很多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 说福利国家你再说他不好 以后不可避免的他会越来越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能普遍就业了 是吧 不可能普遍就业 你不可能让那些没有就业的人就没有收入吗 就饿死吧 是吧 所以呃 当然有很多人说呃 还有一些左左派学者啊 像那个李福金啊 呃 像那亚当沙夫啊 呃 他们就说 呃 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呃 呃 非劳动的就业呃 这一点我在呃 上一次的演讲中曾经提到 是吧 比如说他们可以在NGO啊 NPO啊 这些领域是吧 呃能够得到呃收入 但是这个收入是和资本没有关系的 是吧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新式的呃 呃那个那个呃 取得报酬的方式啊 啊 这个我姑且不论 但是呃 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话呃 其实也可以提到 呃 其实大家可以领会到的一点是 有的时候高福利低福利 他并不是任意选择的 是吧 呃 像那个挪威分南瑞典这样的国家 如果他没有呃比较大的再分配 是吧 那么他的不平等可能要比美国啊 要严重的多 是吧 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呃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讲的呃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瑞典 二次分配以后 吉尼系数都是下降了的 只不过美国下降的少一点 瑞典下降的多一点 可是 可是另外一些国家的 这个吉尼系数是怎样一回事呢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从来不公布吉尼系数的 是吧 呃 在2013年 是吧 由于那个呃 西南呃 西南财经大学一个民间课题组提出 呃 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0.601 是吧 在这种背景下 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 曾经出来呃 发表了一个讲话啊 说没有那么高 是吧 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呃 吉尼系数他一下子就公布了十年 他说我们呃 一直在做统计啊 啊 那个我们这十年的吉尼系数最低的是0.47几 呃 最高的是0.498 是吧 也就接近0.5 是吧 呃 马建堂自己也承认这个吉尼系数是很高的 但是呃 呃 当然比那个民间的那个说法要 要低了 是吧 可是 马建堂并没有说这个吉尼系数是初始分配的 还是经过二次分配以后的 是吧 但是我们呃 其实不难想象 是吧 呃 也不难做一些呃 逻辑上的呃 呃 那个那个呃 那个那个推论 是吧 呃 呃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个数字就是1978年呃 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始改革 是吧 就是我们通常讲改革是1978年三中传会开始的 是吧 那么1978年当时有学者 根据中国呃 呃 官方提供的一些数字啊呃 计算出来 当时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我不知道是按家庭还是按个人的 是吧 呃 是0.164 农村内部的呃 分配的吉尼系数是0.2 呃 呃 大家可以看的 看 大家可以看 0.164 0.227都是非常平等的 所以有人说那个时候是平均主义的时代 但实际上 这里讲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 本来就是当时中国的两个等级 是吧 城市人口那个时候是啊 高等人 是吧 呃 只占呃 全国人口比重不到20% 是吧 10%几 是吧 农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 是吧 是所谓的低端人口 这两个这两个部分主要由于福利因素 是吧 城市内部是有福利的 农村是没有的 是吧 由于特权和福利的因素 城市内部是比较平等的 农村内部也是比较平等 城乡合计就很不平等了 是吧 这个学者当时计算 城乡合计的几例系数 在1978年就达到0.331 0.331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经过所谓的二次调节 是吧 国家从农民那里啊 啊 那个那个抽取了很多东西 然后照顾城里人 是吧 由于这个因素 就使得中国整体的几例系数 已经比所有我刚才提到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二次分配以后的几例系数 无论是低福利的美国 还是高福利的瑞典 是吧 这个中国当时城乡合计0.331的几例系数 已经都比他们要高了 是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美国在二次分配以后 是吧 是0.324 瑞典在二次分配以后 只有0.202 而中国在二次分配以后 却上升到了0.331 也就是说 中国当时的所谓的福利 其实只是特权的一种物质化 是吧 中国的社会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福利并不是按照救助贫穷者的这个原则来分配的 而是附着在特权上的 是吧 你如果有特权 那么你的初始分配会占便宜 二次分配你再赚一次便宜 你如果没有特权 那么初始分配你会吃亏 二次分配你再吃一次亏 是吧 其实在改革以前呢 中国的社会的不平等 主要并不是由于工资高低造成的 是吧 更不是由于那个什么 别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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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促使收入造成的 是吧 中国在改革以前的不平等 主要就是因为 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造成的 什么叫做待遇啊 待遇其实就是特权化的福利 是吧 我刚才讲的那个零点三三一 假设城市内部的分配和农村内部的分配都比较都很平等 只不过城乡差别一算在内就非常不平等了 是吧 但其实如果你在考虑城市内部的复服力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城市内部也并不是人人都有公费医疗的 是吧 经常是那个 很多单位都是职工友 但是家属没有的 是吧 尤其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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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对于工人而言 是吧 而且即使你你都有公费医疗 在那个时候啊 虽然人人有公费医疗 但是医院是不一样的 是吧 干部医院和一般老百姓能够上的医院 是吧 乃至干部医院中的高干医院 当时等级是分明的 用药也是分明的 是吧 毛泽东曾经自己讲过 说我们的卫生部是只管城市的 只管老爷的 应该改名叫城市卫生部 老爷卫生部 城市老爷卫生部 是吧 那个 那个 卫生部 前副部长尹大葵在退休了以后 曾经说过 中国的公费医疗支出 80%是用于领导干部的 是吧 那就更加不得了了 是吧 因为这些东西 还不包括在 我前面讲到的那个 什么0.331 这个数字 这个统计内部的 这个统计的 开放以后 是吧 我们通过 一方面 自由度的增加 市场的因素的扩展 是吧 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改革开放 尤其是胡温时期以后 是吧 也比较重视这个 低端人口的福利 是吧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的确是有进步的 是吧 这个进步 当然也和西方的影响有关 是吧 就是福利国家 对我们的影响 是吧 前面我已经讲了 现在中国开始 抵制这种影响 包括 环球时报也好 胡锡进也好 是吧 他们都非常警惕 西方用福利国家 来和平演变我们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 这个全球化这些年 我们是得利的 我们是得意的 得意不仅体现在 得意不仅体现在 我们的GDP和经济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且事实上 我们的人权 纵向比较 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是吧 我这里讲的人权提高 既包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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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奖的人权 是吧 就是经济自由权 契约自由权 财产权 是吧 也包括左派奖的人权 是吧 就是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 是吧 那么由于这些东西的 影响 是吧 我们现在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 中国现在如果说 要 要讲有所谓的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现在 这个社会主义 不是从毛泽东时代 我这里讲的是经济 不是讲的政治了 是吧 尤其是在分配这个领域 是吧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社会主义 或者说这些平等的因素 都不是从毛泽东时代 继承下来的 而是从西方福利国家那里学的 是吧 比方说 毛泽东时代 农民是没有任何国家提供的医疗福利的 啊 呃 那个所谓的吃脚医生 其实只是 呃 农村的生产 对老百姓自己凑钱 呃 买一个小药箱 呃 来提供的 国家基本上是一毛不八的 是吧 那么但是从2005年开始 呃 中国开始在农村搞新农合 是吧 就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这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虽然有合作医疗之名 但是和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基本上是西方福利国家的 全民健保的那个方向 也就是说 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 啊 呃 考虑到 呃 农民也应该有福利了 农民也应该有一定的医疗保障了 是吧 那么从1925年开始 中国开始搞了 呃 给农民提供了一些很低的 呃 医疗福利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新农合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啊 呃 2005年当时的规定是 呃 农民每一个人 呃 叫那个 五块钱 是吧 然后国家补贴 呃 四十多块 啊 要达到每一个农民有50块钱的 合作医疗基金 啊 用这个东西来解决 呃 农民的看病问题 呃 大家知道这个合作医疗基金呢 虽然农民也要交钱 但是主要是国家财政提供的 是吧 那么呃 这个当然可以说就是一种呃 国家呃 国家的福利保障了 但是这个保障水平是很低的 2007年呃 当时全国曾经呃 呃 这一些搞得好的地方呃 进行表彰呃 江苏省是被表彰的 是推行新农河的抬头兵 2007年的时候 江苏农民合作医呃新型新农河的参合率呃 参加率达到95%啊 居传国首位 各项农村卫生指标都名列榜首 那么你具体看一下当时的具体数字 说这个新农河覆盖了4300万农民 人均投资76块钱 超过国家规定很多 所以他很先进 是吧 呃 其他省呃 按照国家的规定应该是50块钱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6块钱了 啊 当然 今我这里要查一句 今天新农河的那个呃 这个基金呃数量要比原来多的多了 是吧 有些省已经多到几千块钱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农民需要强迫农民出的那一部分 也变得很多了 是吧 现在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呃 农民要交的 是吧 已经达到几百块 甚至上千块 是吧 而报销起来又非常呃 非常麻烦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 呃 呃 对一新 对新农河的那个 兴趣在下降 是吧 呃 很多地方出现那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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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不不愿参加了 呃 呃 这种现象 是吧 但是在2007年 这种现象其实呃 呃 并不普遍 是吧 那个时候 农民基本上呃 呃 叫的很少 是吧 呃 当然他们享受的也不多 呃 不过比原来根本没有 还是要强 呃 这个时候呃 呃 这一年2007年江苏省四千三百万农民 人均筹啊 呃 就是那个主要是财政的资金 达到了七十六块钱 超过国家规定不少 但是就是这个省份 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仍然有七百万人没有覆盖 而另一另外一方面 该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一千零八十八万人 人均筹值达到一百五十到五百五十元 这个所谓的城镇居民主要是呃 呃 不在港的啊 呃 那些职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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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比农民高得多得多 而全额公费医疗制度 请注意所谓的全额公费医疗 也就是说不管你花多少钱都可以报销的 这个覆盖人口只有14.4万人 但是人均筹资却达到4200到6000元 那么你根据这个数字你可以计算出来 江苏省在2007年 传省的由国家提供的医疗福利的分配 是非常不平均的 这个分配的经济系数是0.7左右 那么我们要知道江苏省当年的 当年的那个收入分配的经济系数 我们假定这个分配的经济系数是初始分配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初始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这个初始分配的经济系数 也就是0.4左右 可是这个福利资源的分配的经济系数 要比初始分配还不平等 是吧 要达到0.7左右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农民 他那个福利资源只有人均只有76块钱 但是全额公费医疗的那些人 是吧 虽然人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几 但是他们享有的福利资源要大得多 是吧 他们人均筹资达到6000块钱 是吧 高过农民 九十倍之多 是吧 那么你可以 你可以看得出 是吧 如果把福利资源 这个 如果把福利造成的二次条件 如果把医疗福利造成的二次条件 加进江苏省的这个经济系数肯定会上升 是吧 当然上升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数字 没有办法计算 但从逻辑上讲 这是必然的 是吧 那么 搞了福利以后 反而变得更不平等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这个福利是附加在特权上的 为什么会附加在特权上呢 是吧 道理很简单吗 因为这个福利是皇上给的嘛 是吧 那么皇上给的当然是 那个那个 身份高贵的人多给 身份低贱的人就少贵 是吧 我们经常现在有一句话叫低端人口 什么叫低端人口 那就是下等人嘛 是吧 你下等人 你的初始收入 你就会低 是吧 然后你的那个 是吧 然后你的那个特权低 你的享受的福利也会更低 是吧 所以这里我要讲 二零零 这个即使考虑了新农河 即使在新农河搞得比较好的江苏省 这个新农河仍然是一种 富福利 是吧 他也就是说 这个这个 福利资源仍然是像城里头 仍然是像上等人 仍然是像那个有权势的人 而倾斜的 是吧 但是尽管是这样 我们还是应该肯定 江苏省的新农河 乃至当时整个的新农河 还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为什么它是富福利 我们还要说它是进步的现象呢 道理很简单 它尽管是富福利 但富的程度比原来要低了 是吧 以前农民一块钱都没有 现在它总算有了 每个人有了76块钱 是吧 这比以前还是好了一点呢 是吧 你现在说 这个江苏省2007年的 医疗福利的分配的经济系数是0.7 这很不合理 是吧 但是以前可能是0.9啊 是吧 以前更不合理啊 是吧 所以我们要说 从这个福利制度的副调节 功能在下降 这一点看 是吧 这个新农河是一个 值得我们称赞的现象 也是符合改革方向的一个现象 讲的简单点 就是中国改革以前是一个 副福利国家 所谓副福利 就是它的再分配功能 比零福利还要糟糕 是吧 我们知道 如果完全没有 二次分配 那么初始分配的经济系数 就会等于 最终的 既不升高 也不降低 是吧 这就像胡锡进讲的那样 大家都不花钱 是吧 大家都没有福利 是吧 那么这个经济系数既不会升高 也不会降低 但是如果按照民主国家的搞的福利 这个经济系数肯定会降低的 是吧 低福利就降低的少一点 高福利就降低的明显一点 如果是零福利 顶多也就 不降低 也不升高 可是中国正好相反 由于它 不是老百姓 不是公民问责的产物 而是黄恩的产物 而黄恩是附加在特权上的 是吧 所以中国在改革以前 它那个福利 其实 不是高福利 不是低福利 甚至不是零福利 而是负福利 而改革意味着什么呢 改革就意味着 这个负福利 首先它负的绝对值要降低 是吧 也就是说它要向零福利靠拢 然后中国有一天到了零福利以后 这个时候 福利由负 转正 到了正福利的阶段 我们才可以讨论 中国应该搞 低福利 还是高福利 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福利问题 在中国的关键 也就是说在中国 现在如果要讨论 低福利 还是高福利好 首先我们要解决了 负福利问题 是吧 而至少在2007年我们有计算数字推出来的这个结论 我们连离这一点还远得很呢 那么这里我要讲 怎么才能够从负福利变成正福利呢 是吧 这里我要讲从负福利变成正福利首先就要要变成零福利 那么变成零福利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突然间国家变成守夜人国家 是吧 什么福利都没有 当官的也没有 老百姓也没有 这做得到吗 根本是做不到的 而且不仅中国做不到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是吧 我这里要讲即使是警察国家 他也是有转移支付的 这是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吧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我现在要讲的话题 恐怕这一 这一次都讲不完 我这里只想 只是讲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那个福利 福利国家和黄恩国家的问题 一个就是政府 政府福利的问题 是吧 那么在福福利阶段 你要改变福福利 你不可能一下子 说国家就完全取消转移支付 是吧 我这里要讲 这肯定是做不到的 是吧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是完全没有转移支付的 包括所谓的守夜人国家在内 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中国当然就更不可能 是吧 那么 怎么才能进行这种转变呢 其实说的简单点就是 是吧 我们要通过 把福利的特权性 逐渐缺减 是吧 使得这个福利 和特权的挂钩 逐渐松弛 是吧 使者享有的福利 老百姓享有的福利 逐渐提高 是吧 那么 随着这种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 这个负福利的程度 啊 负福利的绝对值 就会逐渐下降 趋近于零 是吧 趋近于零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政府力阶段 在政府力阶段 我们是要向美国学习更多的自由放任 还是向瑞典学习啊 更多的社会保障 这才成为一个正问题 这个时候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对立 左派和右派的对立 是吧 我这里讲的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对立 才能成为一个真问题 在这之前 其实这两者是没有矛盾 为什么说没有矛盾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 无论你是主张 降低福利的啊 你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还是你是主张增加福利的 或者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你其实都可以在反对付福利这个过程中 发挥作用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假如你是主张自由放任反福利的 那么你应该极致鲜明的讲 你要反对的就是特权者的福利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干部的福利 高干的福利 是吧 这个要减 是吧 那么假如你是左派 你是主张 啊 那个那个 平党的 是吧 那你就极致鲜明的说 你要讲的福利 就是农民工的福利啊 就是弱势者的福利 是吧 按照 弱势者享有的福利资源 在提高 而策权者享有的福利资源 在降低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 无论是 无论是 前一种趋势还是后一种趋势 其实都是在进步 是吧 而且这两者没有任何矛盾可言 是吧 那么 这个过程完了以后 我们国家变成一个政府力国家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进入西方式的常规讨论 是吧 我们就可以面临着啊 所谓的选择低福利还是高福利 这样的一种选择了 是吧 在这之前啊 其实这个都是啊 这个啊 在这个时候讨论这种问题 其实都有混淆视听这些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 都走向反面 是吧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不坚持两头并进啊 就是为福利而问责和为自由而献权 那很有可能这两者都会成为啊 那个那个那个呃 阻碍我们前进的那个呃 那个那个绊脚石 讲的简单点 就是你一点 你你一一说要减福利 那么就是啊 这个这个啊 老百姓和弱势者啊 就会越来越悲惨 是吧 这个国家就可以越完全不管他们 是吧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的左派说啊 我们要增加福利 而这个增加福利还是靠黄恩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些高干的福利 这些特权者的福利就会越来越多 是吧 这两者本身也不矛盾啊 是吧 老百姓的福利越来越低 他们的福利越来越高 这两者 老百姓的福利 弱势者的福利逐渐提高 特权者的福利逐渐降低 这两者也没有矛盾啊 是吧 真正有矛盾的是什么呢 真正有矛盾的就是 政府力和富福利的矛盾 是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政府力是民主国家的特点 当然我这里讲的政府力 包括低福利也包括高福利 是吧 而反过来讲 追求政府力 也是走向民主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杠杆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要展开来讲 会有很丰富的材料 也涉及到很多事情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能讲了 其实关于福利的 我们还要讲很多 是吧 包括当前西方的福利 虽然它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我们也是可以谈谈 还有包括 这个过渡 是吧 包括这个福利国家的未来 是吧 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 世界发展的趋势 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 像那个 像那个 所谓的自由放任 一直发展下去 是吧 这个当然也是值得讨论的 是吧 那么这些话题啊 我想 以后我们有时间 再讲 是吧 我们 现在进入提问环节 以后我还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群里 给大家挂一些文章 那么我今天的发言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我 那个那个 根据 看到的一些问题 我挑几个回答一下 现在 时间有限 也不可能全部回答 我 大家把问题 收集起来以后 我看 可以 咱们找个时间 再谈一谈 讲的 有一位同学说 说 我刚才讲医疗福利 我认为是付福利 那么他认为 他说养老啊 教育啊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其实当然是这样了 我觉得 只要 这个权力 不是公有的 是吧 这个政治权力 不是公有的 也就是说 这个权力 不是老百姓授予的 而是通过 打天下 做天下 这么得来的 那么这个权力 造成的再分配 肯定是具有 自我服务的性质 所谓自我服务 当然就是 皇恩浩荡了 是吧 皇恩浩荡 首先是按照 皇上 是不是得宠 是吧 来进行分配的 那么这样的分配 我觉得 古往今来 都可能 都只能是付福利 不可能是 政府利的 是吧 这个倒也不是 改革开放 以前中国的特点 这个 只要不是民主国家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你要说福利 难道古代没有吗 是吧 我们知道 那个皇上 他都不是挣工资的 是吧 皇上的工资是多少呢 谁都不知道 但是国家 通过征税 向他提供了一切 何止 从摇篮到坟墓 是吧 包括那个 那个 十里燕有 万寝林园 九重公爹 三千家里 都是福利啊 是吧 何止 从摇篮到坟墓呢 但是老百姓 能得到什么呢 这就很难说了 是吧 这个 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呢 这个 那个 其他国家 也是这样啊 是吧 所以啊 我 这个普遍现象 那么 全民主国家 向民主国家发展 他就要消灭 富福利 所谓消灭 富福利 那就是 通过两个渠道 是吧 一个就是 降低 特权者的福利 一个是 呃 那个提高 无权者的福利 是吧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普遍现象 西方其实也是这样的 是吧 只不过西方早就已经 过了这个阶段 所以就 他们已经不面临 这个问题了 呃 比方说吧 现在西方的左派 一般都赞成高税收 高福利 但是大家知道 在民主化以前 西方的左派 也是反对政府 横征 暴恋的 从来没有哪一个左派 是赞成 政府横征 暴恋的 是吧 只有在民主化以后 才会出现 呃 政府 呃 那个左派赞成 政府多收一点税 那个 给老百姓 呃 多提供一点福利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些问题 错位 最荒唐的一点 就是联合国有些统计部门 把福利的高低 呃 量化为呃 国家 财政收入 占GDP的 百分之几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国家呃 税越重 他们就认为 这越是福利国家 是吧 那么如果你在民主国家内部这样讲 当然是可以的 是吧 因为民主国家 他的付 他的税收是老百姓通过代议制来决定的 老百姓当然不会同意政府横针暴恋 然后让皇上去解决他的三千加利 百里愿忧万倾林园九重公司 老百姓肯定是高税收就要有更多的社会保障 可是如果老百姓没有这个权利 当然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只不过现在的西方现代的福利理论 现代的学者往往都忘记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 而且这个笑话 比如说我们中国就有一个学者 我就不点他的名了 居然就引了联合国统计部门的数字 说这个国家财政 这个国家的付税越高 证明福利就越高 因此中国就是现在已经是高福利国家了 这不是鬼话吗 假如说横针暴恋就是高福利国家 那秦始皇就是高福利国家呀 是吧 那中国古代哪一个进步的思想家 不主张亲谣伯父呢 是吧 而且不光是中国的思想家呀 就是西方的进步思想家 在专制时代也是反对横针暴恋的呀 包括左派 是吧 大家知道在那个1905年 当时那个俄国的自由派 就是立宪民主党 主张 那个那个 主张不向政府 纳税 是吧 那个那个以抗议政府当时的那个 那个石头雷平的那些政策 是吧 当时头一个起来响应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包括列宁在内的那些当时的俄国左派啊 是吧 后来 西方的左派赞成高税收 那都是在以民主化为前提的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把那个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矛盾 拿来当做中国面临的这个真问题 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 在今天的中国 是吧 老百姓如果不能进行福利问责 他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呃 关于现代的民主国家 呃 中存在的那个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这个争论啊 呃 我当然也是注意到的 他虽然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但的确也是一个学术问题 是吧 假如我生活在他们那样的国家 是吧 那么我当然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绝对的答案 是吧 更不可能从哲学上甚至从宗教上推出一个呃 推出一个答案 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中国有些所谓的保守主义者 是吧 他们说是反复利的 是吧 他们主张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 但是同时他们又标榜 呃 他们是那个呃 起起士派呃 不是起盟派 是吧 他们接受的是圣经的教会 但你你如果你看看圣经圣经不是 那里头鄙视富人 同行穷人的 言论不是比比皆是吗 什么什么富人上天堂难于那个那个那个骆驼穿过针眼 是吧 还有什么对那个呃 那个那个呃 富人鄙视那个呃 那个圣拉撒路一个一个一个患麻风病的穷人 是吧 结果他就进了地狱什么什么 这一类的说法 这圣经中比比皆是啊 是吧 而且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有很多人引用圣经 包括我前面讲的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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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那个福利国家的那个那个那个理论了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像这样的事啊 有的就是常识 是吧 呃 当然你也可以说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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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宗教啊 包括基督教中啊 呃 呃 呃 关于国家应该帮助穷人的那个说法啊 呃 中国的儒家也有这样的说法呀 是吧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管用 真正管用的是这些说法怎么才能实现 是吧 实现你就要有民主制度 没有民主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吧 当然你可以说呃呃呃 这些人呃 呃 在夺权的时候 他是可以声称啊 他要为穷人如何如何 而且啊 剥夺了富人去啊 去去去 呃 去给穷人 但他真正上了台 他能把穷人当一回事吗 是吧 我这里讲的穷人还不是指经济上 因为因为呃 到了他搞了那个所谓一切都要归国家以后 实际上从初始分配来讲就没什么穷人和富人了吗 因为所有的人的一切都是国家的 那还有什么穷人和富人呢 但是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 是吧 下等人和上等人 那肯定是有的 是吧 这些国家是为上等人服务的 还是为下等人服务的 这难道还用说吗 网友说 他说社会主义的定义 呃 有两个 呃 一个是公有志 一个是福利 呃 他问我呃 哪一个 呃 好像意思是说哪一个呃 定义更重要吧 其实我觉得啊 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千奇北怪 是吧 呃 尤其是马克思 如果你看看他的著作 你就会知道 马克思当年主要是一个哲学家 是吧 他在1844年手稿中呃 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 他对呃 当然他那个时候没有 以社会主义这样的用这个词 但是他心目中也有个理想 但是他讲的这个理想更多的 其实是一种哲学的概念 是吧 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 人不能自由的不自由了 是吧 他认为启蒙运动 以后人越来越走向自由 这是历史的必然 呃 也是符合正义的 但是他认为 现在这个自由呃 正在逐渐异化 是吧 所谓异化就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是吧 那么人们争取自由的结果 反而使自己不自由了 原因就是啊 这个这个争取自由的结果 被私有财产给异化了 是吧 那么人们变成财产的奴隶了 所以他说 呃 人们要摆脱异化 服归自由 啊 服 服归 那个 那个人 人的个体 是吧 呃 这就是他在共产党宣言里头讲的 那个 呃 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 呃 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所有的这些话 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 其实都是啊 带有一种哲学的很抽象的那个概念 是吧 但是你如果你要说均贫富 你要说什么平等啊 大同啊 这些东西就找了 这不是近代社会主义才有的理想 我觉得啊 也不是啊 也不是那个消除了呃 某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就可以摆脱这种呃 这种这种理想的 是吧 因为你可以说嘛 呃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肯定是错的 是吧 什么 但是你就算你在学理上把剩余价值学说给否定了 那么社会上对贫富分化很尖锐 对啊 猪门九肉臭路有动死骨 这种线 总等这种现象的不满 仍然会存在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呃 本来我觉得人是有两个特点的 从人性中决定了人是有两个特点的 是吧 第一就是呃 人有自由的愿望 是吧 人是呃 不愿被约束的 是吧 呃 呃 讲的简单点就是呃 我的钱 是吧 呃 呃 政府要跟我征税 我当然总是希望越越少 越好 是吧 哪怕我可以拿这些钱去搞慈善 那是呃 那是我愿意 是吧 你硬要收走 呃 那我是不愿的 是吧 我觉得呃 这个古往进来的人 大概在高税收和低税收 这个方面呃 大概没有人会愿意高税收的 如果其他呃 如果其他因素都忽略不计 是吧 只是在高税收和低税收中 做出选择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高税收 是吧 所谓没有一个人喜欢高税收 就是人们总是愿意自由支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啊 包括自己拥有的全部的收入 是吧 呃 哪怕这个支配这一切呃 是可以用于高尚的目的 比如说用于慈善 那也是由我来决定 而不是由你来决定 是吧 但是人性中也还有一面我们不能忽视的 就是人性也还有追求安全的一面 是吧 追求安全的一面 当然你呃 可以说呃 最基本的安全就是呃 不被强盗杀死 是吧 那于是就需要有一个国家用警察来保护我 但是这个安全 他的边界也还是在不断的扩张啊 是吧 这个所谓的社会保障 啊 我要有饭吃 是吧 我要有学上 什么等等等等 这也是一种保障啊 是吧 这些保障 而且人类社会对这个保障的要求也是在逐渐提高的 是吧 以前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是那个西方人是爱好竞争爱好冒险的 而中国人是呃逃避竞争逃避冒险的 其实西方人也不见得就是呃 无限制的要去追求冒险 否则你怎么解释西方会有保险业呢 是吧 所谓的保险不就是规避风险吗 是吧 而规避风险 当然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呃 有一个有一个避风港 是吧 那么这个避风港 是吧 我们当然如果要寄错于呃 呃那个那个 呃 呃 别人的自愿的呃 呃 那个救济啊 当然那是不太靠得住的 所以很多人寄希望于有一个公权力 是吧 那么这个也是很自然呢 是吧 但是问题是这个公权力能不能给你做到这一点 能不能给你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个公权力是怎么产生的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公权力是我授予的 那么我当然愿意让渡一些权力给他 所谓所谓让渡一些权力给他 其中就包括呃 把属于我的一部分财产 是吧 呃 有一部分呃 就是呃 我认为是政府呃 可以当做税收来征征收的 是吧呃 那当然政府征税是对我的自由的一种限制 对我的自由的一种呃呃一定程度的那个呃那个刻键 是吧 因为至少这一部分钱不是我自愿呃要奉献就可以奉献不奉献就呃不奉献的嘛 是吧 但是这个里头是有一个契约啊 是吧 我向政府 是吧 我向政府呃呃呃 我向政府让渡了一些权力 是吧 政府就必须啊 给我提供一定的服务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是必须对称的 今天西方福利国家产生的问题啊 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还不是高福利低福利的问题 而是在民主体制下 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 是吧呃 在全球化背景下容易产生一种财政透支效应 使得老百姓同时要求自由放任何福利国家 而且两个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是吧 呃 这种高啊 在民主国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是吧 就是呃 左派我多次讲过的 左派上台以后呃 呃 提高福利容易 但是提高税收很困难 是吧 右派上台以后 是吧 减减税很容易 但减福利也很困难 如果是这样 那就会导致呃 呃 那些民主国家的财政呃 呃 状况会不断的恶化 呃 但是这个问题啊呃 呃 从人性来讲 是吧 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要从那个立法来呃 呃 来来限制了 是吧 在我看来呃 如果不考虑传球化危机啊 如果那个民主国家的发展能够呃 能够恢复一种正常状态的话 是吧呃 未来的一种呃 一种解决途径很可能是呃 在财政上呃 需要有一个立法 就是对那个议会的财政权呃 呃 对议会呃 通过无休止的赤字预算呃 呃 必须有一个限制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呃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美国倒是比欧洲做的好 是吧 因为欧洲的赤字是无上限的 美国的赤字是有上限的 所以美国才会造成那个政府停摆 是吧 这个政府停摆 其实不不光是限制什么呃 福利国家呃 某种意义上他也是限制自由放任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你政府不能呃呃呃呃呃 老是为了讨好选民 你就是呃 低税收高福利造成大量的赤字 赤字越来越多 是吧 这个当然是不负责任的 是吧 那么你政府一定要解决这个赤字问题 或者至少是不让赤字问题 无限的扩大 是吧 如果政府呃呃呃 借债那要有一个上限 是吧 超过了这个上限 如果议会不追加授权的话 那你政府就呃 只好停摆 那欧洲就没有这个的 所以美国会有政府停摆的现象 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美国的弊病 这恰恰是美国的成功 是吧 但是美国的这个成功 你不能说是左派还是右派 是吧 呃 因为他的这个成功 其实对左右派都是限制 是吧 对于左派而言 你不能想增加福利就增加福利 对于右派而言 你不能想减税就减税 是吧 呃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是吧 这个税收和福利本身的那个契约性质 在民主国家是 呃 都是不会改变的 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要争取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呃 政府征税不能任意征呃 在问我们适合呃 这个里头就有无代表不纳税的呃 这样一个逻辑 另外一方面政府花钱也得通过我们 是吧 你花钱不能呃 给你自己那个那个那个搞搞那个那个呃 建工店呃呃 那个搞那些东西搞特权的那些东西 是吧呃 应该给老百姓的花的钱 你不花不行 是吧 呃 你自己呃 呃 给你自己乱呃呃呃呃 噪 特权的那些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得有一个福利问责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当然都是呃呃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呃呃 都是要走这条路的 呃 这位网友说我在我我在昂纳克预言中提出说那个现在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可以自由劳动但劳动力不能自由劳动流动 这个我要说啊在20年前我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昂纳克预言这个说法提出的时候我已经改变了 我恰恰认为全球化它既造成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也造成了劳动的自由流动请注意我讲的不是劳动力但是劳动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是吧因为商品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就是劳动的自由流动是吧讲的简单点就是我们的农民工虽然没有移民到美国 但是我们农民工生产的廉价产品卖到就等于是用我们农民工的劳动替代了美国高人权劳工的劳动是吧 于是他们就失业了是吧而我们的农民工我们的工厂就有了订单我们的农民工就有了工作做是吧 这相当于我们的农民工就移民到美国去了是吧虽然我人并没有去但他的劳动过去了是吧 呃所以你的表述是不对的我的呃我现在并不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全球化肯定是所有的要素都在流动是吧 但是所有的要素都在流动的结果就导致了原来的那些要素的稀缺格局产生了变化是吧 而这个变化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工是不利的是吧 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是有利的是吧呃 呃这个是现在这个是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呃 呃那个那个经济系数都在提高是吧 这个贫富分化又在加剧的一个啊很重要的原因啊 当然那个新技术革命的产生这是呃另一个原因是吧呃 呃这个从长远观点看呃新技术革命尤其是AI是吧呃 呃可能是更为长远的一个因素 但是目前我觉得全球化的因素呃 呃包括呃低人权优势呃呃带来的这个呃带来的这个影响 呃至少目前应该是更更那个比重是更大的呃 呃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全部整理出来了以后呃 呃我再调一下来回答呃 呃我现在最后回答一个就是有人说呃 呃高税收高福利能够解决呃这个这个贫富和种族 的这个矛盾吗呃呃其实我这里要讲啊 如果不谈别的因素啊比如说福利呃太高会不会养懒人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不谈的话是吧 那么高税收高福利作为一种呃正调节 他当然是可以解决那个贫富分化的这个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是吧 当然了呃贫富分化呃解决贫富分化太严重不等于是那个完全一样了是吧 这一点那个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讲得很清楚是吧 这个差异原则是吧不等于是呃要要要要呃就是搞成一样的自由也是优先的这个是现在的呃是误利国家而主张福利国家的这些呃西方他们也是这样谈的但是我这里要讲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高税收高福利 而在于现在的民主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 老百姓实际上是要求的是低税收高福利 这个倒是真的是需要解决的 否则这样的话民主国家的财政是不能持续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里讲的福利的调节指的是解决贫富问题 或者说是阶级问题 但是至于到种族问题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一再讲的身份政治 这个身份政治越来越激化 这个对宪政民主是不祥制造 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我觉得因素很多 除了传球化的背景以外 这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强调的 这个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是有关系的 文化决定论就人为的强化了这个 这个什么宗教啊 种族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那个差异 是吧 比方说 在美国现在需要不需要救济弱势者呢 当然我觉得是需要帮助的 是吧 但是帮助它以什么理由啊 是吧 比如说对于那个黑穷人 是吧 应该帮助但是我从来都认为帮助的理由是因为他是穷人而不能因为他是黑人 是吧 因为穷人是可以改变的黑人是不能改变的 是吧 如果你说你是穷人你现在是弱势的我帮助你将来你不弱势了 是吧 那你就可以就可以不帮了可是如果你说你是黑人你就可以要求帮助那不就变成永远的了吗 是吧 因为你黑人永远不可能变白的呀 那你穷人是可以不再穷的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肤色也不可能成为既不可能成为受歧视的理由也不可能成为要求特别照顾的理由嘛 是吧 所以我说比如说黑人如果因为历史的原因是吧 他们现在的贫困是因为以前遭受了不公正 那么这个东西很简单嘛 他们现在是穷人 我们就根据穷人是吧 来给他们照顾嘛 是吧 但他们如果将来不穷了 是吧 那就不应该再 是吧 总而言之你不能把黑与不黑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福利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什么文化多元呢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如果牵涉到这些问题 那当然就会 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过分处处会严重影响宪政的根基的 好了 今晚我就这样 因为大家可能以后还有些问题 集中起来以后 让他们 三三他们把他问题集中起来以后 看我找一个机会再回答一下吧 那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 我们就下次再见